今天的她们正在浙江卫视热播中 剧中三位女性角色 每一个都面临着工作与感情的双重压力 而陆续出现在生活中的人 也让她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波动 剧中事业型男刘思源 不仅窝囊还十分下头 能同时拿下陆珍珍和梁清然 看到这些细节 不得不说 她的这些手段果然很高明 刘思源 金属阁总经理 是女友陆珍珍的上司 有着极强的工作能力 梁清然因为要收购 位于成都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川柏楼 而想要聘请刘思源作为她的帮手 为了挖走刘思源 不惜一举收购金属阁 遣散所有员工 而这时候 刘思源稍作思考 便直接追上梁清然 历见自己去她的公司上班 要知道在这之前 陆珍珍也收到过同行的邀请 但她为了和刘思源在一起 为了遵守两个人同进退的约定 断然地拒绝了 这些只是刘思源为了捆绑她的假话 真正到了对她有更好发展的事业时 她甚至想都没想 完全不顾陆珍珍的感受 给了一个戒指 就自己跑去了成都 她知道陆珍珍对自己的真心 明白只需要对她做出承诺 她便会傻傻地等着自己 就像在金属阁一样 而不同的是在金属阁 陆珍珍的能力是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 现如今 能在事业上帮到自己的 却是梁清然 在陆珍珍说要跟她回成都的时候 从电话那头的声音能感受到 她并没有多惊喜 只是很淡然地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我会对你负责的 也许那时候 她已经在琢磨 是否该换一个对象了 只是她还并不能确定 梁清然是否会对自己有意思 因此 用陆珍珍来树立起自己 在梁清然心中的好男人形象 她知道公司老板的儿子 有意在针对她 也知道如果不是梁清然的看重 自己或许站不到现在的位置 她感动于陆珍珍对自己的付出 却一次次地对梁清然释放好意 而从一些细节能看出 回到成都后 她有刻意地在冷落陆珍珍 而谄媚地去向梁清然示好 很多时候 她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多梁清然的喜欢 看着她不自觉地露出笑脸 而对陆珍珍 她只是舍不得一个对自己为命是从 永远把自己放在首位的女朋友 虽然是她的老板 但却又多出来了很多关心和在意 明明有女朋友 却不愿意拿捏好与异性之间的分寸 每次失恋 她都会出现 或喝酒谈心 或帮忙冲锋陷阵 准备好为了她杀阵杀敌 总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刻 陪伴在她身边 说一些故意击中她内心的话 她很会审视夺事 判断利弊 她明白想要和梁清然发生关系 就必须划清与陆珍珍之间的关系 便借着收购川白楼的事情 挣着酒劲 嫌弃她一身油烟味 粗暴地硬拉着陆珍珍 又花洒一整个被浇透 任由她怎么反抗也不行 最后被弄得遍体鳞伤 而可气的是 她哭过一夜后 刘思源一出现 她便原谅了她 甚至觉得是自己不够听话 不够考虑她的感受 才让她如此心累 如此难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甚至还在担心 刘思源还在生自己的气 为了那些穿白楼的房屋租赁合同 她提出与陆珍珍分手 而后同梁清然一起来到了深圳 事情解决后 梁清然接到电话 被告知父亲恼意写去世 在亲戚面前 即使工作上再能干 作为女人 没有结婚生子都是有错的 在屋外听到家人之间的窃窃私语 梁清然一是恍神 而这时候 刘思源居然主动握住了她的手 说着只要有她在 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了她 在梁清然最脆弱的时候 刘思源找准时机趁虚而入 她也以为自己可以像往常一样 快速抽离这份混乱的关系 就像与林凯飞一样 即使有好感 因为长辈的参与 便立马斩断 绝不拖泥带水 她知道刘思源有一个很爱她的女朋友 也想过当作激情放下 但刘思源才不傻呢 她一边假装听她的重新回到陆珍珍身边 甚至说要立马结婚 一边又对梁清然发起猛攻 说自己的的确却不可控制地爱上了她 梁清然对爱情的渴望 让她昏了头 她多希望有一段正常的长久的感情 她以为刘思源就是她需要的那个人 便不顾体面地找到了陆珍珍 坦言自己和她在一起了 三人对峙 刘思源彻底失去了陆珍珍 而和梁清然在一起越久 她越发现和陆珍珍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幸福 她把她奉为自己的天 甘愿舍弃自己一直围着她转 而现在她只能做梁清然的跟班 梁清然因顾曼婷与陆珍珍有了来往 最终看清刘思源的真面目 极恶如仇的她与她分手 或将她踢出公司 原本算是小有所成的刘思源 最终可能落得人才两空 和梁清然因此地转发现